好創下 郭台銘今天直接宣布連署參選 郭台銘宣布連署參選 而且他的參選的決心 比侯友宜還要強 侯友宜只想說他打死不對 郭台銘昨天就開始講了 他要燃燒自己 照亮台灣 然後今天的記者會上又說了 如果觸入了中國 他的鴻海被沒收了 那就給他拿去吧 只要不打台灣 他的鴻海都不要了 這種決心實在是太強大了 而今天呢 郭台銘確確實實看起來 是有做好準備 他這個稿子 大概是他最近講話 講得最順最溜的一次 而且這個2000多次的稿子裡面呢 其實都有一些 他要玩下去 而且很可能 他希望拼到最後 是由他吃掉柯文哲 邊緣侯友宜的一個企圖 首先呢 因為現在國民黨 在這兩天開始 還有民眾黨都開始 一直要去搶這個話語權 不整合是郭台銘的錯 然後郭台銘是立法院長 都已經放出這樣話來了 所以他今天 馬上宣布要參選 而參選裡面呢 在他一開始的聲明裡面 他就要先強調了 整合大家都需要 但是他要先講說 過去是他一直在努力 號召在野陣營團結整合 因為唯有整合才能達成目標 他講這句話意思是 我一直在號召 是你們不團結的喔 所以呢 他今天呢宣布參選 展開全面連署 取得參選資格 意思就是說 你們就不給我門票 你們就快離無 沒有門票 都不把他放在眼裡 所以他現在要先取得門票 這個壓力就出來了 而他的新子任的發言人 黃師兄也講說要拿到那把鑰匙 所以他現在一定會衝到 11月2號啟動全面連署 所以這個啟動全面連署 他先前的時候 主流民意大聯盟 這種造勢大會 那些里長 那些參與的人 大概心裡都知道說 喔 今年的秋天 應該可以過得不錯了 因為總是他願意投資源嘛 對 人家鴻海都不要了 他還有什麼不會用的 好創下 如果阿民要憑連署 100萬份 每一份的作業成本 1000塊的話 其實10億 10億買單的話很OK啊 對啊 一年就92億啊 而且他都已經講了 他要學會花錢 情人節七星的時候就講說 錢已經不重要了 今天講的是 連鴻海都可以被沒收了 10億算什麼 然後再過來呢 但是呢 他也知道要塑造正當性 因為連署總是不能被人家講話嘛 我的參選就是要推進在野整合 參選是為了整合 整合才能自勝 所以呢 他也是在打預防針 因為人家一定會罵他不團結 但是在這個整合裡面 他真的只是要當中間這個連接器嗎 把藍白和非綠連起來 不是 他其實心目中 他才是最好的領導者 所以 企業家 治國的時代來臨了 放眼台灣政壇 捨我其誰 所以他是說要整合 但是即使還是 我才比你們有資格 然後呢 他就開出他的資料了 台灣不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給我4年 我會為台海帶來未來50年的和平 奠定兩岸最深厚的互信基礎 這個東西比較高空 可是另外一個東西就更具體了 給我4年的時間 讓台灣在20年超越新加坡 成為亞洲人均GDP最高的亞洲首富 哇 這個郭董發大財 派系發大財 條阿卡發大財 然後他也告訴你 4年之後 20年之後 人民也可以發大財 然後其實他在講的時候 他後面呢 他在這個整個推動參選之後 他還是在施壓 所以他會創造出一個新的名詞 非綠聯合競選平台 所以他現在開始持續的造勢 而這持續的造勢 持續的連署之中呢 可以談的 來談一個 各種聯合競選的模式 他這裡面已經有擴大囉 過去的時候只講說 總統推誰 對 現在是聯合競選是什麼 政黨票 可不可以談 可以 區域立委 可不可以談 可以 所以他這個話裡面 其實聯合競選平台 已經是告訴你說 到時候 那些小機 那些部分區 那些政黨票 其實講到政黨票 就是柯文哲 指向柯文哲嘛 如果你柯文哲 民調繼續往下走 如果他現在 美麗島電子報 今天剛剛最新的名票 已經他們三個人 幾乎只離柯文哲4%而已 對 他跟何友宜是在誤差範圍內了 現在又有這個造勢的一個場合 繼續下去 如果超越了 如果柯文哲繼續掉下去 後面就會變成是不是 可以談 就是不會合了 因為他馬上一定要宣布他的副總統 但是 政黨票可不可以談 聯合競選平台可不可以談 然後剩下就是國民黨的那些小機了嘛 那些小機的時候 聯合競選平台可不可以談 那就是跟國民黨談了 然後你會看到 現在的時候 那侯友宜呢 根本不放在裡面 包含柯文哲前上個禮拜 講出政黨開始談的時候 金老師也不在裡面啦 所以其實就是 侯友宜就徹底都被邊緣化 然後呢 再次強調 我的參選是為了促成 在野政策的整合 郭台銘本來沒有必要選 是因為你們不整合 逼著他要選 講得好委屈喔 那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呢 你就看到 連大陸方面 對他的整個動作 大陸都開始紛亂了 首先呢 是文匯報 就直接透賣他 好 今天中午文匯報就出來罵了 對直接罵他了 北京消息人士 他還用了北京消息人士 說 郭台銘這個職役參選 獨立連署 等同保送了賴清德上台 最後一段時候 先去稱讚 過去郭台銘堅持九二共識 堅持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現在一股行 大陸方面 絕對不會無動於衷 大陸民眾 也絕對會強烈反應 講得好硬 正因為這樣子 所以路透社在今天的時候也問他了嗎 如果當時候你真的參選 惹入了中國 你的鴻海怎麼辦 鴻海給他 我不要了 這個東西弄得鴻海 趕快要發出聲明說 郭董四年來已經沒有參與鴻海了 可是你會看到郭台銘今天這個 情勢這樣走下去 裡面有幾個事情值得觀察 第一個呢 很多人呢 就猜為什麼是今天宣佈 然後有些故意要壓他的人 就說是因為農曆七月 他本來要等到農曆過完 可是我是覺得這東西有點夜間吹口哨 因為農曆要過完關鬼門關 是八月十四號 九月十四號 九月十四號 怎麼可能拖到那一天 他來到在這段時間裡面 都不要弱任何的動作嗎 所以這個可能是夜間會好 第二個副手 那副手他會做這個宣佈 代表著今天又傳出有高筋嘛 那可能呢 未必是高筋 但是可能有底氣 所以他一定有個副手 所以黃世秋也會宣佈 他會過幾天再重新開個記者會 有個副手 然後再過來呢 你會看到就是 先前的時候 那些地方派系 那些地方角頭 都準備要連署了 總要有一個人統籌吧 對 所以黃世秋 除了當發言人之外 要特別注意他介紹 黃世秋的另外一個身份 連署的總顧問 黃世秋 因為黃世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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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黃世秋 弄出來的 所以到時候在中央裡面 檢查這些細節 有沒有出錯 黃世秋是有經驗 他總不能在那邊叫吳坤裕去吧 所以黃世秋 黃世秋是有經驗的 所以看起來他是走到底了 而且走到底之後 後面呢 他連那個都準備好了 塵塵塵寶都準備好了 他用了一個方法 不是故意的轉移 但是出透了 曾馨宜很抱怨 說因為將來一登記上去之後 連他幾個名貴的包包 都要申報 他講這個話 沒關係 郭董你的財產 只要申報上去 本節目會像解析財務報表 一樣解析給大家 因為貧窮限制了很多觀眾的想像 所以要跟他們說明一下 財產有非常多元的形式 資產 事實上也有非常多元的選項 可是他今天這樣講出來 然後就代表他連這個部分 信託的部分 財產申報的部分 都已經清理完畢 包含曾馨宜的包包 都拿出來登記了 可是這個情勢下去之後 接下來 那國民黨呢 馬上就說 敢連署的人 就立刻宣稱要黨紀處分 但是不用擔心 民進黨呢 可能是心中默許 黨紀稱許 你希望黨一讚許 你趕快去幫忙連署 因為這個下去之後 後面整個菲律的一個新局就出來了 第一個 我問你喔 先第一個 郭台銘你覺得做100萬的連署做不做得到 容易 但是要需要一個人檢查 所以黃師兄要檢查 那連署出來 而且他可以現在玩這台 遊戲是玩到11月2號 對 因為11月2號 所以中間都是他的活動 對 連署或什麼 他掌握了話語權 他掌握了話語權 掌握了聲量 然後呢 當然他有一些風險 你看他也開始在這段時間開始拿出說他是有治國理念的 他是有治國團隊的 問題是有很多呢 他現在很多喜歡造反的人都在那邊 誰 對 像比如說黃師兄以前也是喜歡造反的嘛 然後文憲 但是黃師兄 基本上也是有網路流量的啊 有啊 對 然後文憲不是也會給他偶爾徵詢嗎 那但是 楊智 我們的前書長楊智良也去了 昨天晚上失言 失言了 這個失言之後 弄到郭台銘今天有點糗 然後就說我們本來找他來是講勞健保的 他有點脫稿了 可是接下來郭台銘的風險 也就是他找的這些人 他能夠完全的控制嗎 因為他們都不是紅海的員工 如果他們講錯話 郭台銘不能說你給我站著不能處罰他 所以郭台銘後面也是一個變數 可是在這變數裡面他掌握聲量 對掌握那個連署的動量 然後現在沒有陸軍的 郭台銘不但掌握聲量 而且他邊緣化柯文哲跟侯友宜的聲量 對 侯友宜跟柯文哲今天的版面幾乎被 阿明拼連署洗掉了 他們前幾天放的 其實郭台銘最近你就發現聲量上 他已經有些操作人員 三隻小豬出來 大家就罵三個豬頭 可是有沒有討論 有 喝咖啡 誰果他引倒了之後 逼著柯文哲要喝果汁 逼著那個朱立倫也要進來 然後侯友宜又說什麼三顧其門不入 今天又繼續出來 所以他現在不是像柯文哲 那種無厘頭的天馬行空的一個 炒聲量 但是他現在炒聲量 而這聲量繼續下去 如果說到現在為止 尤其是非綠開始非常焦慮了 因為他們發現說 賴清德已經上高速公路 而且快要到中正機場 要坐飛機走了 那他們急 那急的時候 如果柯侯繼續往下走 郭友往上來 逼他們最後要坐下來喝咖啡 那個機會是越來越高